好 看完了外觀之後 接下來我們進車內 好 官員 你看我們看過這麼多車 我們在講一台車的質感 或者是它的價值的時候 通常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配備夠不夠 第二個是它的質感夠不夠 對 可是我們也會因為 它譬如說它的價格定位 譬如說七八十萬 我們可能就會先入一些為主的觀點 就說大概可以買到什麼樣 你不可能要求它是破百萬的 那種什麼豪華豐富的配備 但是你卻可以找到 再百萬你才買得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們來看ZS時候 一開始要先怎樣 先忘掉價格 我們先來看它的配備跟它的質感 大家心目中認為 它應該要多少錢 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它的所有配備 來 我眼前就是一個數位儀表 是 而且面積好大 面積大以外 就是有些數位儀表 是我給你面積大 但是我的功能不能變 但它這個其實是功能可以變 你有沒有發現 而且在這個某些部分 它還可以有更多的頁面 去呈現很多相關的行車資訊 對 好 再來是呢 像我這個方向盤 這個是有紅色的縫線 打孔皮 平底 還有這種類似金屬的裝飾 好 再來是中控台這個是10.1吋的螢幕 如果以這個教材 我覺得它真的就是最大的尺寸來說 是不是 對 沒錯 而且也不只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當然這個都是有限的 還有一個是360度環境 360度環境當然是非常的好用 你看 因為我們現在在攝影棚 你可以發現它有不同的視角 你可以去看 對 而且它有2D 平面 2D 3D 它還可以看3D 3D也可以 對 你看 而且它你看不同 它有這麼多的鏡頭 對 有沒有聽到 這個按下來有點像吃角質老虎有沒有 那個聲音 就知道它有多豐富了 對啊 360度環境是標準配備 沒錯 你連選都不用選 因為很多人現在 可能因為買這個集聚的車款 很多人是駕駛新手 他可能對外面跟車內的一個相對位置 可能沒有掌握這麼好 這個時候有環境不僅幫助你停車 方便 有時候你在家中車庫 可能附近有小孩子 你看不到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你很多安全方面的事情 好 此外 剛才說了 因為它是有限的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 所以下面也會有兩個電源支援 還有一個12V 還有一個很大的置物空間 你看 小細節 你看 這個排檔桿上面有一個MG的壓抑 沒錯 對 然後像電子手煞車 還有這個Auto Hold 它都有 對 甚至於你看 它還有一些那種Carbon的飾板 對 然後還有一些皮質的包袱 沒錯 這個就是 因為說我現在在這個算是比HS 我是小老弟 然後他就給你一些比較陽春的內裝質感 沒有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們要先看配備 再來看質感面 你看 質感面的部分 你看 除了你剛才講這個裝控台的下方 因為下面很多大家都會忽略 對 但這個是什麼 就是說ZS有一個邏輯是當你坐在車內 所有跟你肌膚容易碰到的地方 它都用軟質或者是皮革包袱 你看 方向盤 這是一定的 對 排檔桿 你看我們大腿容易碰到這邊 這裡 這邊也會 對 那我駕駛這邊會碰到什麼 中央扶手 甚至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我們的門板邊 門板邊旁邊都會有一個材質 扶手 扶手它都是做軟質的包袱 對 這個是非常細節 這個是質感面 還有一個小細節 你看我眼前的中控台 這邊上面的儀表板 儀表台 這邊也都是軟質的 哇 不容易 大家慢慢去想 這個面積很大 大家去想 你看我講過哪些配備跟質感面 還有一個是細節的一些空間安排 當然剛才大為哥有幫我們介紹 整個外部空間 或者是後巷空間利用非常好 對不對 但是還有什麼來 我們一般的製備架 就是兩個飲料這樣放著 但如果有時候你不放飲料 你想要放一些比較大的東西 怎麼辦 直接拿去 它還有一個靈活的空間運用 這個就多一個變化 因為其實這個空間 有些設計可能就是比較石板 對 但我就是多一個這個 去增加一些變化性 還有一個是 雖然說我們現在很多是那種 車牌辨識的停車座 但有些地方確實還是需要 悠悠卡 或者是有些停車票卡 在我駕駛座的左邊 這邊還有兩個卡槽 還有幾個重點 我再特別補充一下 好 我們現在坐的是皮革座椅 對不對 那可能不好意思 我這邊有電條 對 這邊有電條以外 我們兩邊 如果你從這個中控台 那邊去控制 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 這個是什麼 前面還可以加熱 前座也可以加熱 還有 剛才你剛才去外面試駕了 去外面試駕 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這個座倉的隔音非常好 這個難能可貴 這個也是蠻讓我驚豔 因為我們都說配備的堆疊容易 我就一直把它加上去 可是有些細節面的質感 像我剛才說的 你身體所碰到的皮革包覆的地方 我們耳朵聽的隔音的地方 還有一些小空間的利用 這個就是用心跟價值的關鍵所在 真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有時候 我們拿規格表出來配備什麼的 更重要一點是其實你要開出去 對 你說隔音這種事情 你一定要上路之後你才有感覺 對不對 在客戶表上面其實是看不到的 說得非常好 好 觀眾朋友看到了前座的鋪陳之後 你已經很滿意了嗎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後座的空間 哇 冠儀啊 後座叫我這個183公分的大胖子來體驗 真的是很勇敢 不過我坐到這個後座上面 我覺得MGZS的後座空間表現 是令我感到驚豔的 因為我們知道以休旅車來說 他的乘坐姿勢會比較端正 所以也可以利用有限的車室空間內 表現很好的一個乘坐體驗 你看到沒有 像我現在其實是端正為座的狀態 其實我的膝部 離前面的椅背也有 還有至少一個拳頭的空間 另外其實我的坐姿你看到沒有 我現在腳其實是立起來的狀態 他的椅墊的部分 其實也有對我的大腿 也有相當程度的支撐力 那當然在這個後座的部分 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是 剛剛我們這個觀眾朋友也有提到 他說如果未來可能會有生小孩的狀態 其實後座的有ISOFIX功能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你看像我這麼大一隻 坐在這個地方 他的後座表現做兩個成人是綽綽有餘 那中間在塞一個小孩也沒有問題 這樣子的一個小車看到沒有怪儀 他也有後座的冷氣出風口 所以每一個成員都會依照個人的需求 來去享受到這一個舒適的 冷氣空調的一個這個吹送 另外其實在冷氣出風口的下方 他有兩個USB的充電孔 其實現在不管是年輕朋友們 這個一群人相約出去玩 或者是後面帶著小朋友 大概都是一人一手機 或是一人一平板的狀態 所以在長途行駛 你可能都有這個充電的需求 這時候後座有兩個充電孔 就可以滿足每一個人的使用狀態 另外我覺得這一點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這個身高 你看到沒有 其實我往這個座椅一躺 其實他的頭部支撐算是非常的不錯 而且頭部空間來說 對我來講幾乎沒有任何的一個壓力 尤其是這台車還配置了 一個很大的全景天窗的部分 一般來說有配置天窗的車子 對於後座乘客的頭部空間 會稍稍的有一點壓迫 其實在MCZS車型上面 他不但沒有造成我的頭部空間的壓迫之外 另外我在後座都可以看到整個玻璃頂 所以我可以享受外面的陽光 我可以看到外面的星空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舒適 是 沒錯 所以看到愛大他坐在這個車內的空間 我覺得真的MGZS的確是可以滿載著 全家的幸福以及滿滿的回憶 那我想在這個價格帶裡面 因為MGZS的加入 所以把整個跨界休旅車的這個急劇 給活絡了起來 但是你想要買這種車型 當然也會去比較一下市場上面 到底還有哪一些選擇 那小鐘 那提到MGZS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最直接聯想到 這個MGZS 今天兩台車都所謂的中小型的CUV 他價格的話是預售價 他分三個等級 分別是七十二點五萬 七十六點五萬跟八十三點五萬 那ZS他就單一規格是七十四點九萬 也就是說其實ZS的價格 大概落在入門的這個Yacht Cross 跟中階 中規版的中間 那我覺得不管是哪個版本 我們直接把ZS 直接對最高規的這個潮玩版 八十三點五萬來說來比的話 其實簡單講 在重要的配備部分的話 ZS他有幾個重點是領先對手 首先是全體天窗 再來是這個駕駛座的電動座椅 還有這360環景 當然360環景包含倒車嫌疑這部分 那大家提到這個三大項目 全體天窗 電動椅 然後還有一個360環景 我們不是在討論 七八十萬入門的CUV嗎 這三項配備感覺 通常會出現在這個所謂的 百萬級的中型SUV上面 這也再次出現說 其實ZS雖然說單一配備 但是比照過去HS的概念 所謂大全配 大滿配這個想法 去給到這個市場上的消費者 那除了配備重點差異之外 我相信大家最關心的 還是在於說安全配備 駕駛輔助的部分 那我覺得最大重點在於說 其實ZS標配完整Level 2 剛剛一開始有提到的 他是具備這個車道主動維持至終 那對手的YAS-Cross 他的車道這個修正的部分 他的名稱叫做車道行駛輔助 所以光是兩個中文去理解去判斷 就很清楚知道 ZS是標準的可以主動維持在車道中間 去進行所謂Level 2 就是車道居中 對 沒錯 那YAS-Cross 他大概就所謂的 可能是摸到線才會修正 摸到線才會修正 可能俗稱所謂網友們 這個場地說的 打乒乓球的感覺 摸到再修正 摸到修正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就影響到 你在真正在駕駛輔助 駕駛安全 或是降低這個駕駛長途行車的疲勞 這部分 確實就有一些差別 那更別說還有所謂的 其實也只來多了 比如車道變化的輔助 交通優勢輔助 還有這個速限的辨識 所以不管是一些 剛剛講的重點的配備 包含的現在提到的 這個駕駛輔助系統的部分 ZS確實是優過於這個 YAS-Cross的 其實在這個價格帶上面 還有其他的選擇 我們還是一樣 要幫觀眾朋友 稍微再整理一下 例如像85萬 我可以買到的跨界修旅車 好像也不少對不對 小葉 沒錯 剛才關於說的很好 就是ZS其實實力很強 沒錯 但有些消費者在買車前 確實就想要多方考慮 那就像剛才關於說的 我們用85萬以內的部分 我們來幫大家切出一些 CUV的選擇 因為現在畢竟是市場熱區 這些選擇真的非常多 我就整理大概五款 才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個別的特色 跟一些重點配備 比如說 第一台現代的Venu 它的這個起價 會是68萬9 也可以是說 這五台車裡面 起價是最親民的 那也因為它的車身尺碼 在這五台車裡面 相對會比較小 才四米左右 那它配備的是 也是一樣自然進氣的 汽油引擎 那它的配備部分 因為畢竟它的售價 相對是比較友善 像你說剛才完整的 這種Level 2的A達系統 它確實是沒有 那不過比如說 像是AEB前方主動煞車系統 或者是車道便宜跟警示 或者是前車死離 還有像HBA這種遠近光燈 調節功能 它都有配備 那也因為它車身尺碼比較小 那個後箱空間 也大概都是三字頭左右 那如果你要空間 比較大需求的消費者的話 Venu可能有某方面 它就比較沒有辦法滿足你 那如果是第二台車的話 就是馬茲達的CX3 這台車確實是 滿特別的存在 因為在這個表格裡面 它的起始價是77.9萬 確實在這裡面 算是排第二個親民 但是它的最高售價 來到了92.9萬 非常的廣 那它這個92.9萬 這個車型很特別的是 它有非常豐富的配備 比如說像NAPA真皮的座椅 甚至像駕駛座 也有電條的功能 它也有360度的環景等等的 它有完整的A-DAS Level 2的系統 但是大家要記得 它是要九字頭的 這個是九字頭才會有的配備 第三個車型就是KIA的Stanik 也就是韓國車的代表 這台車其實我覺得 它外型上算是吸睛 而且他們總代理也知道說 這台車可能在相對對手來說 它不是那麼的新穎 所以它在配備面也是蠻大幅度的加上去 而且甚至它的動力 比如說它有1.0升的直列三缸 渦輪增壓引擎 它還有48V 所以它的油耗可以來到將近 一公升可以跑20公里 所以你說動力科技也好 或是完整的Level 2的系統 甚至它還有那種 剛才說的油耗表現 都會是這台車的強項 那它的價格大概就是799到88萬9之間 那第四台跟第五台 我相信大家有耳熟能響 就是你上Kix跟Honda的HRV 這兩台車相是銷售也非常好 那這兩台車的尺碼就會跟我們今天所介紹的ZS 會比較相近 車身的長度大概在4米3左右 那後箱容積來說 Kix它也是有大概來到四字頭 但是你說真的要像ZS 可以試甚至擴充到五字頭 那個在目前不管是HRV或是Kix 來說可能都沒有這麼好的表現 而且你說完整的Level 2來說好了 你不管是Kix或是HRV 你說全速域的ACC有 可是你說車道的置中 或者是全速域的車道置中 不好意思這兩台車也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剛才小鐘幫我們整理 那幾個重點很棒 如果你真的是配備控 你用在這個車型集聚上 你想要選一些 真的對自己開車比較舒服 全景天窗或者是電動座椅 甚至是環景 你用這個條件去切下來 就發現剛才我介紹那幾台車 不是可能售價要更高 不然就是說你可能這幾個車體 你都選不到這些配備 所以用配備來論的話 在ZS在這個集聚來說 真的是有它難以取代的優勢